老大啊,你肯是喜歡在背後剝扁的老人 射些板下來了,什麼時候啊,還不開張 身體好壯劍,老掌櫃 整個戲呢,三個時代 你看到老舍是用 我覺得是用四個人物 來將三個時代串連 在這三個苦難的時代裏面 怎樣去掙扎、生存 怎樣去抗拒這些社會的轉變 還有你看到三個大時代 對他們不同的影響 甚至除了這四個之外 其他的小人物很多 你都看到他們的轉變 我們這次又有少少轉變 我就找了馮禄德先生 來做一個學者 現代的學者 他將中國這三個大時代的轉變 每一次開幕之前 他都是作一個介紹 他就是等於那個蘇萊寶 但是我們用了一個現代的學者的人物 來代表了那個蘇萊寶的人物 固件方面 平時要求的空間 舞台空間 都是沒有跟第一次這樣太好寫實 這次我們在中海滾園村 我們兩邊就不像一個完全四面圍住的一間屋 兩邊是通的 不是四面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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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樓梯一直到很高很高 好像三層樓那樣 但是又不是一個很具體的 好像樓梯上到一間房又沒有 從布景的極構和空間上面 都給予到一些很現代的邪惡感 這就是一開始 因為Kindle要求了這個戲 和第一次不同 另外有一點不同 就是上一次我們做完這個戲的時候 那些演員都是二十多歲 都是二十多歲 比較年輕的人 去扮一些中年和老年的角色 那今年呢 我們扮演這個戲 這批演員是比較成熟的 四十多歲又有 五十多歲又有 六十多歲又有 那一筆比較成熟的演員 去做回他年輕的年代 和做回他老年的年代 或者中年的年代 那個感受 應該和一個年輕人去扮老人家 有多少不同的感覺 在這方面呢 我覺得是比較成熟的一種感覺 那這個可能都是一個不同的火花 我告訴你 他不用人工的 是不是啊 小丁寶 他不用人工 我呢 演這個掌櫃王李發 是 由年輕人 一直經歷過在戲裡面的三個年代 不同的年代 演到第三學的時候 都七十歲左右 那師兄呢 演秦仲義的秦二爺 我認識就在那時候 應該屬於地主來的 是有錢的 有錢的 有錢的 他就租我的茶館來做生意的 我是一個很撇撇奪奪的 就在一個 在茶館裡 開一間茶館 找兩餐的 找兩餐 又要養兒玉女 又要面對兵方馬亂 有些惡夜啊 有些就算是巡警啊 那些都是 逢人呢 都是要鞠躬作憶 就是求生存的 那又經歷過這個 就是日本人的侵略 都一直大膽不死 就是他這種 他這種求生存 做了順民的性格 到最終 他都要逼到他 都要自殺 Oh My God 你死鬼爹生前呢 都經常白喝我的茶 你不要以為 你可以誓誓 賀政 猛於虎 還有時代的動盪 動盪 各方面的 不利的那個 因素底下 就算 你是 作為一個信民 那種態度 來到去生存 你都逃不過 這個 這種 被 扼殺的 命運 被扼殺的命運 被扼殺的命運 可以這樣說 其實在茶館裡頭 各個都是悲奇人物 絕大部分 悲奇人物 他自己是以氣風化的 但是到最後 都定不過這個 現實社會 方式的情況 前果的洗禮 到最後 都是很落薄地收場 在這裡